最近吳葉坤瘋狂在社交平台留言 向歌唱選秀節目 《聖夢傳奇》的Chantel姚卓飛表白 紅隊導師JW王浩宜 還搞笑叫坤哥放過Chantel 知道坤哥都成為自己的粉絲 14歲的Chantel都覺得受寵若驚 你有沒有想過坤哥向你表白 蛤? 沒有 不是 他怕走了 你知道他在他自己的社交網站 不是說要搞一個圈內的Fans Club嗎 嗯 他真的喜歡到你 小飛像啊 小飛像 小飛 想過怎麼樣? 有坤哥有沒有喜歡 我沒想過他會這麼支持我 因為那種感覺很奇怪 原來一個歌手 感覺很奇怪 不是 有一個唱歌那麼好聽的歌手 竟然說他喜歡聽我唱歌 我問我為甚麼 我是不是真的唱得那麼好呢 哈哈 那你在公司終於撞到他了嗎 沒有 即是他講完之後都還沒見到 還沒 是 我想他下次見到你會心心眼的 哈哈 其實Chantel這天是跟Yumi 中由美作客Ascar 詞浩和Sherman 潘正文主持的網上直播 幾位還一起看新一集 《星夢傳奇》的直播 之前節目中 上秋和Yumi分別演繹的 戀愛預告和心急人相都大和好評 Ascar和Sherman都說要向小妹妹學習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其實一直都沒想過 這首歌會影響到這麼多人 令到這麼多人很開心 有初戀的感覺 是初戀啊 哈哈 Yumi你自己都是啦 你這首《心急人相》 有初戀十年代 哈哈 那時候我看回自己也很死腦 還有其實那個過程也挺辛苦的 還有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因為我沒試過自己一個人跳 然後跳到我真的喘氣 但我照顧了 還有謝謝大家的支持 要問身邊兩位哥哥姐姐 你們覺得他們怎樣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厲害 因為始終這些歌不是他們年代 但他們處理得很好 亦有很多讚賞 所以我要向他們學習 哈哈 你呢 我覺得很專業 雖然年紀很小 但我覺得他們在唱歌這方面 或者跳舞跳唱這方面 他們的專業水準已經是 我們都要向他們學習 哇 在剛剛的一集 紅隊的Windy占天文不幸被淘汰 話說都一起並肩作戰了那麼久 Shantel和Yumi的心都不是那麼舒服 但都相信Windy很快會重拾信心 其實我也有問候一下他 因為我知道他是比較野心大 所以很容易自責 所以很怕他會不開心 嗯 但我也有跟他保持聯絡 也會問他這陣子如何 而且他正在考試 所以正在忙著考試 是 我想好像你們這樣 他的心態也會好像你們這樣堅強強大 對 剛剛打給他 也看到他好像也在回復分 在振作 也在準備考試 所以 對 都希望他沒有辦法 下次 下次要上來Live 對 會的 其實今天本身都有的 是想Windy一起的 但是他始終學業要緊 是 所以 歌詞 對 我會小心啊 哈哈哈 哈哈